單純是學校學的理科 對於我們生活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進行這個實驗 就是怎樣將人體的意識冷藏 他提出了一個理論 叫電梯效應 因為你AI可以取代太多東西 我覺得他取代不了的 就是藝術 最近或者看完天能 都一定會了解的一個法則 叫雙真法則 為什麼又說他這個法則 是最悲哀的法則呢 就是其實 Hello 今天我請了一個 全公司唯一一個可以跟我討論科學方面的東西 JCW 周高王 Hello 有點緊張 因為第一次想成為成種的節目 我也先介紹一下自己 簡介介紹一下 本人是一個理科畢業的 中學理科畢業生 大學都因為自己對數學有興趣 就去讀數學學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比 對科學這兩個字都會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自己不知為何從小到大 喜歡看的電影 上網看的東西都很喜歡關科學 因為我覺得科學給你一種感覺 就是對未來的期望 如果你越喜歡科學 就代表你對未來的幻想越高 所以我自己比較是美好主義者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理科生 不過純粹可能對這件事有一點興趣 今天都會討論很多關於科技對未來的東西 先問你作為一個理科生 你覺得理科對於我們生活有甚麼幫助呢 其實我覺得理科 如果你是單純學校學的理科 對於我們生活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做過老師 我教的是文科生 但我教數學 數學這件事都算是理科的基礎 我也有接觸一些理科生 我自己覺得教完書之後 就更加會覺得 其實我們的教學 在澳門 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 其實學的內容 甚至學的方法 或者學的過程 其實都是在服務大學 就是我們中學的過程 所以你問我 作為一個理科生 覺得理科對我有甚麼用 就是還來考試 我真的想不到 是這樣的回答你 你作為一個老師 不是真的 分子的結構 什麼力 其實對於我們生活來說 沒用的 只不過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去考大學 例如說你未來想做一個 關於這方面的一個專家 或者你想做一個 這方面有關係的一個 學者 但這些一定是要吃的 所以它是給你 給你將來 這樣 問一些跟我們比較貼近的 我覺得 我有留意到這幾年 大家開始比較喜歡 一些科普類的節目 好像老高那些 我記得以前 我們讀書的時候 應該說沒有互聯網的時候 大家是對科學的東西 是不太興趣的 即是電視都沒有怎麼播 那為何這幾年的變化 會這麼大 大家開始對這些 我覺得不關那個 他是讀文科 還是理科 純粹我覺得 他是對這個世界 有幾 有幾 有幾多的求之肉 或者有幾多的好奇心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些科普類型的節目 我覺得是 如果擺在十年前 我們網絡這麼發達的時候 有這些視頻 我相信 也有很多人喜歡看 因為我覺得 是人的一個本性 因為人類對未知 是充滿好奇的 是 所以我們會有一種 會很想透過一些科學 去證明到 或者解釋到給你聽 解釋到給你聽 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實 即是人是因為有好奇心 才誕生了科學 是的 我覺得現在的科普平台 它用了一個很容易接受的角度 讓你去了解背後的真相 或者背後的一個假辭 不一定是真相 娛樂性比較高 娛樂性比較高 不是那麼悶 講到這個 你覺得現在的科技發展這麼厲害 好像互聯網、電話 已經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你覺得這件事對於我們來說 利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利呢 我自己覺得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個人很純粹科學 因為我會追求一些科學帶來的便利 譬如說我們有了電子支付之後 我也很少會再按Cash出來 這個真的很方便 是的 再假設有了互聯網 去了解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也很少打開電視去看新聞 因為你會發覺這個世界 雖然網絡的資訊是爆炸 信息量爆炸 是 充斥著很多假新聞 但你有時會發覺 你看電視台的身份 都不爭得去哪裏 是吧 是吧 是 其實我覺得 在人與人之間溝通上面 一來帶來了便利性的同事 一定會拉開了兩個人之間的距離 現在方便了很多 換句話來說 這件事好像變得沒有那種很close的感覺 始終科技的誕生 它不會 除了有些黑科技 我覺得好的科學 好的科技誕生 絕對是造福於人民 所以我覺得 互聯網這件事的確是令到很多 更加有共同興趣的人 或者更加有 有那種 大家差不多 同一類人的人 可以更加容易走近到一起 譬如有很多group 但同時間 我自己覺得 會引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 這件事會令到很多 很多網上的一些 不好的東西會誕生 譬如說 你不是我們同一類人 我就會排斥你 是吧 因為現在網絡 因為網絡 剛剛講到網絡 是很廉價的 這件事 就是不需要什麼 就可以用到網絡 這件事 那句話來說 我可以 甚至是身份 我都可以自己創造一個身份 其實我們可能 在生活中 我們反而都不會 那麼偏激 或者手指得那麼高 對 因為你是在做自己 如果你一看到這個人 大家不同一類人 你面對面 這樣說 那個場面很尷尬 你明白嗎 你 你不是隔著一件事 去說 那個場面很尷尬 這樣 這件事我覺得更加有趣 你想想 我們在現實世界 反而是虛偽一點 虛假一點 在網絡世界 這個虛擬的平台 反而更加真實 其實我自己 一向有 很多人都說 人性本善 但是 物子還是老子 我忘記了 中國有一個很 古代很偉大的資產 叫做人性本惡 我們為什麼要學這麼多禮儀上的東西 為什麼要學這麼多文化上的東西 為什麼要學這麼多文化上的東西 修養上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要 限制我們自己 限制我們自己 一些不好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 互聯網的發達 有一部分會令到 人根深替故的那種惡 會釋放出來 有些人說戴著一層面具 可能不好 但其實 這個都是我們一向 純順著君子之道 網絡這件事 就會令到我們人類的 劣根性會慢慢浮現出來 所以其實 你說 你問我利大於弊 還是弊大於你 其實真的很難去說 就是看你怎樣去 利用科技 有些人 有些人利用科技 可以摧毀一個世界 都可以 是 有些人利用科技 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都可以 下一條問題 我很感興趣 真的很想聽 就是 你對於未來的科技 有沒有什麼期望 和想像 絕對有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死的 我覺得多了一種求生意欲 就是你會相信 你可以逃離死亡 其實我覺得科技去到未來的取向 一定是怎樣令人類擺脫死亡 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必經階段 但我最近看了一個 比較有趣的一個 關於科學的一個短片 他說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進行這個實驗 就是怎樣把人體的意識冷藏 嘩 如果這個科技成功了之後 我覺得真的挺足夠的 其實已經有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 有幾個 在中國裏面 俄羅斯也有 美國也有三個 那次掌握了這個人體冷藏技術 只有這三個國家 但是未正式 這個冷藏是掌握了 怎樣出來呢 未試不到 波幻小說 電影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冬眠 冷藏 幾多年 一百年之後 醒來 現在冷藏技術是有的 怎樣可以令到你的身體不負難 是有的 但是怎樣令到你復活 對 鬍性 就未知 有很多人已經是因為癌症 他決定要 糟了 現在這個年代醫我不了 我就決定去冷藏 會不會五十年之後 或者一百年之後 我可以 在那個年代全活到 救到我 有個女科學家 因為有不同的技術 有些技術就是 會抽走你身體所有的血液 就注入一些抗 抗 抗 時間過得慢一點的液體 等於你新陳代謝馬 縮短到最慢的 液體 灌輸你身體之後 放進冷藏箱裡 就冷凍你二十年三十年 如果成功了 成功 蘇醒的話 我覺得對於人類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大藥種 因為間接來說 你是穿越未來 對 這個很棒 這個間接另外叫穿越未來 但其實同時之間 在道德上 又有一點問題 譬如說 你有病 你醫不到 你要去到五十年之後才醫 但其實 你去到五十年之後 治好 這個世界 但是 你存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所有的人 朋友 甚至是環境 已經不是你當初熟悉的那樣 但你沒有種意想而言 你是重生了 你是重生 但是 我覺得人類的定義 不是由你自己去定義自己 是由你所經歷過的事 由你的經歷去定義你是一個 我最好奇就是 如果這個技術是得了的話 我會想試 但我想試的原因 有30%是逃避死亡 有70%我最重要 我很希望可以規探一下 我們未來的世界 會是 怎樣的模樣 因為最近 我有看過有一個 阿西莫夫 即是寫機的一個科目 沒有看過 很厲害的 他很出名 他提出了一個理論 叫電梯效應 他當時是一九五幾年 假設一百年前的人 剛好看到一九五幾年的一幅照 是高樓大廈的照 那一百年前的人 會怎樣預測 一百年後的世界是怎樣 即是他說一百年前的人 剛好看到有個高樓大廈的照 是的 即是被他規探了未來的一幅照 是的 那他會怎樣猜照呢 對方就會在猜照 每層樓都會有一個社會結構 即是甚麼呢 有商鋪 有廁所 有健身房 有很多我們生活上需要用到的社會設施 每層樓都有 然後呢 按樓層來分階級 最底下的可能是最有錢的 最窮的反而住最高的 每層樓之間可能會有個連結 可以過到對方 所以呢 如果你是這個階級變得比較窮的 你可能要由最高樓爬到最底 那這裡有個問題 就是甚麼呢 當時的人 沒有想到電梯 這個就是 他說電梯效應就是 他可能是一個盲點 我在想 就是一百年前 以前我們現在 1921年的人 絕對想不到會有一個互聯網 他們對未來的設想會有很多很多 但他絕對想不到 這個世界警員會有一個叫互聯網的東西 將所有東西連結了 可能互聯網就是一百年前的人的盲點 所以我昨晚呢 我記得我昨晚就跟你說過 我有真的去想過未來的想像 我真的自己想過的未來會是怎樣的 我想到的就是 未來科技會高度發達 但是科技發達之餘 基層的那些工人 是完全不會被淘汰 完全淘汰 因為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取汰 換言之 人口基數可能就會減少 相應減少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 電子就可以實現到 那你一大批人 其實會慢慢慢慢被淘汰 人類會更加個體化 就是說 我們的未來 再加上全球的氣溫會更加高 那我們未來可能就不會出家 就不會走出家 就是工作 去旅行 去什麼 全部都可能帶著VR眼鏡 你就可以實現到 你去網上跟別人交友 旅遊 工作 各方面 全部透過網絡完成 會更加個體化 不會再好像以前那樣 打一群在一起 還有另外一個 是我自己個人會比較絕望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 書和電影這種藝術媒介 都淘汰 被人取代 會用一種更加高效的形式去實現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做了 我自己對未來的看法 我又不敢幻想太多 因為我覺得自己首先不長命 與其我去幻想一個 我的年齡是沒有辦法去抵達到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們幻想到的未來 都一定不是我們 我們的未來 一定不是我們可以幻想到的 就等於一百年前 就是等於一百年前 我未聽過電影效應 在訪問之前 我有看過老高的一條片 就是他在說一個叫做 基點 是不是叫做基點 就是一個奇點 就是每一個年代 就是去到若干的年代 一定會有發生一件很大的事 這件事就是令到別人 不可能幻想到 你幻想到的就不是很能夠 那件事一定不是那個奇點 其實互聯網 互聯網的爛生 不可能幻想到的 不可能幻想到的 就是一百年前的人 怎會覺得我們可以 你把手放在手上 就可以上網 不可能幻想到 那他就說 有些人就預測 在2047年左右 可能會將會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世界的奇點 就會誕生 那這件事 可能就會改變了人類的 一個社交模式 好像互聯網 社交模式 生活模式 可能會改變我們 地球上所有的 或者可能真的好像 不過這也是我們自己想到的 就是意識的上傳到雲端 可能這件事就是AI 但我又沒有抱到這麼絕望 因為我自己覺得 未來對勞動人口 這件事一定會 需求一定減少 因為你AI可以取代太多 但是 換句話來說 在一些知識的專業上面 或者娛樂上面 這件事就會 反而人類就會更加需求 因為以前 譬如說50年前 譬如說50年前 不需要說到100年前 其實50年前 人類的娛樂已經很憤怒了 對 看書 看電視電影 去茶樓喝茶 冷酌 對 哪怕粗俗些說 他去打飛機 他都沒有媒體去打飛機 你明白嗎 沒有素材 沒有素材 可能看到一張封面 很漂亮 可以拿回去 他那些就是娛樂 對於他來說 但我們現在打飛機 可以看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在未來的 可能一些叫做職業的變根 可能會變得更加 可能再娛樂化些 或者可能再技術化些 因為譬如說 未來AI 如果AI真的發起了 即突然間有個AI 人工智能很厲害 爆了出來 那大家一定 各行各業都一定會 投入更加多的人才 或者資源 去放在這個人工智能上面 所以可能會對一種叫做 IT方面的人才 所以那種勞動人口 是不是那種很基層那種 一定會被人淘汰 但是換句話來說 可能另一方面的人 就急劇需求 所以你說 去到未來 人類會不會很個體化 又未必 因為人類始終對娛樂 那樣東西都需求大 譬如說你看回現在 就算互聯網再興起也好 很多卓遊 很多密室逃脫 真人體驗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們都會就去玩 可能追求我真實體驗的需求 都還有在 因為我始終覺得 我對未來都抱有樂觀的心態 那你覺得 人工智能 會不會有一天取代了人類 這個都是很多人 會科學家 或者什麼 都在思考的問題 其實 絕對是有可能的 我們可以形容成 一個盒裡面 裝著一隻貓 說定惡的貓 你說 你說 他有沒有可能 其實 你都未打開過盒 你怎麼知道 所以什麼都一定有可能 因為之前 那個 圍企 AI是贏了人類 已經贏了 你想想 圍企人類 玩了多少年 人工智能才發明了多少年 所以他們自我學習的能力很強 去到若干年之後 你說他會不會取代人類 甚至統治人類 其實是不難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 人工智能 以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他取代不了 就是藝術 藝術可能是唯一 我們可以和人工智能抗衡的東西 你明白嗎 因為藝術是沒有規律的 而且你當人工智能 一種藝術也是一樣 藝術這件事 是說創造力 AI那種不是創造力 它是計算力 計算 它是運用了很大的數據去計算 所以換句話 創造力這件事 是我們無法被取代的 因為藝術是不能計算的 你不會計算精準度 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 要怎樣 所以是樂觀的 對未來也是 我覺得像這個 我們才可以抗衡 下一條題 問問你 如果有時光機 你想回到過去還是未來 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明定論 平衡世界 我都相信 但我自己偏向是 祖父輩論是一個錯誤 即是一個不合理的理論 為什麼 明定論 既然你祖父也生了你 你爸爸也生了你 你怎麼可能回去殺死祖父呢 是 首先我喜歡 樂蘭 天倫 天倫 天倫就是一個明定論 一個深層次的解釋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本句話來說 如果我回到過去 我改變不了什麼 我不是改變歷史 我是規探歷史 我好像沒什麼意義 但未來也未必改變到 希望我可以 在未來我可以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 因為我對未來的期望是 幾 幾大 所以我有一天會幻想自己 我突然之間穿越到這個地球 五十年之後 但我穿越過去 我一定不是改變 因為我明定論 我不是一定改變歷史 我是很想 規探 規探一下 譬如說 羽獸大爆炸是怎樣 恐龍 恐龍 又或者亞特蘭蒂斯這個文明 金字塔 究竟那群混蛋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這麼厲害的 我會想知道這些 下一條 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一條問題 有沒有一些類似 黑暗森林法則 你和我都有看三體的 那種比較特別的科學理論 科普一下 黑暗森林法則就是 有一個黑暗森林法則 在一個黑暗森林中 你千萬不能發出任何聲音或訊號 因為你只會引來捕獵者的覓食 這就是黑暗森林法則 換句話 我們在地球 在這個世界都是一樣 我們在地球絕對不能發香 外面的宇宙發放任何訊息 因為引來的 不是別人的幫助 可能只是引來其他高等文明的 甚至我看到你昨天發給我 是說降圍打擊 我不知道觀眾知道什麼叫降圍打擊 其實降圍打擊 這就是降圍打擊 都是三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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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一說到降圍 你就會很絕望 譬如你一個三圍的人 有空間有時間 不是我一個四圍空間 但我一個三圍的體驗 有空間有時間 然後降圍 你變回一個平面 你完全是失去 就像你變成劉毅 其實馬蟻就是一個 他在這個世界中 算是二圍的一個動物 他只是在平面 一般那些 星球大戰 就是外星人和地球的戰爭 都是飛船打 太不實際了 但他提出的理念就是 高等文明 他已經厲害到 都不需要派飛船打你 我降圍 我將你們全都變成衣圍 對 你沒有誰打 最近 或者看完天能 都一定會了解的一個法則 叫做雙真法則 好像天能沒有提過雙真法則 提過雙 雙 雙這件事 是甚麼來的呢 在天能裡面 他都沒有給一個很明確的解釋 只不過就是 他講了正向雙和反向雙 雙其實就是形容一種叫做 一個物質 或者一件事 混亂的程度 例如說 阿成 你的樣子 雙值也挺高 因為多數 多數 我的樣子 雙值比較低 因為看得比較乾淨 雙值就是形容一個混亂程度 雙真法則 我覺得為甚麼很有趣呢 就是因為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 哈哈 昨晚也是 熱力學第二定律 就是說雙值會因為時間提高而增加 對 好像是一個封閉空間 對 在一個封閉空間上 這是第二件事 雙真法則的意思 就是將雙值不停提高 放在我們的樣子上 我們會從一個 因為你的雙比較高 我的雙比較低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雙真法則就是 從沒有鬚 我們會慢慢 看到很混亂 如果我們不用愛力作用 我們不打你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鬚 眼屎、鼻涕、混亂 就是我們人類在雙真法則裡 都是成立的 放在這個宇宙的時候 就是可能這個世界會從一個 從一個很有秩序的 不是很凌亂的世界 變成了一個很無罪的 就等於甚麼呢 其實我們建了一個高樓大廈 經過風塵的洗禮 經過時間的洗禮 這個大廈一定會崩塌 變成沙漠 變成沙漠 我們就叫無罪 我們這個世界 是不停會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無罪 其實有一種概念 就是它是一種能量 就是雙越高 能量越高 每個數字 這個宇宙如果雙值越高 在這個宇宙裡的能量就會越多 去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能量就會去到最高點 極風 就會吹向偉望 就變成熱直 這個都是我在上網 在老高看回來的 或者我不止老高 我看了幾個頻道 他都有說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雙真法則 最高的地方 是可以放在每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人類所做的事情 是雙減的 即是我們不斷在雙減 去對抗這個雙真 好像你剛才說的鬍 我們剃鬍的動作就是雙減 換言之 你待在人那裡 就是 假設我這個人 我長期不努力 我不做事 我不去學習 不去進步 我這個人就雙真 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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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本身就是無罪 是因為我們人類的誕生 才變成有罪 所以其實很奇怪 這個世界 我們人類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很奇怪的誕生 因為我們人類很有罪 是的 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一個自然的產物 宇宙就吹向於無罪 但是中間竟然誕生了如此有罪的人類出來 一個這樣的物種 是的 所以就不知道 這個世界就很奇妙 所以有些人說我們人類根本就不是自然產物 是戴爾文說進化論 我們進化成什麼 但是其實有些陰謀論一些 就是我們是一些外星的高埋烏等文明 扔下來地球做一個實驗 實驗 所以他有一個理論 這個是雪定岳說的 他說我們人類這一生的 所有人類這一世 我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和雙真法則對抗 是 我們正在對抗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 為什麼我們要工作 為什麼我們要建設社會 城市發展 全部都是對抗 對抗世界的雙真法則 對抗這個無罪的世界 但是為什麼又說他這個法則是最悲哀的法則 就是其實我們無論如何努力 最初都是趨向滅亡 對抗局都是趨向滅亡 假設我套用在我人體身上 我就算天天做戰 我天天健康飲食 我都會死 我只不過是可以延長我死亡離我的時間 距離我的時間 就是我天天做戰 我健康 我可能長命一些 我百多歲 但我始終都會死 我死那一刻 其實我都是輸給他這個大自然法則 這個無罪的法則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科學 都是幫人類去對抗雙真 不是對抗這個社會的雙真 是世界的雙真 而是對抗人類的雙真 那最後一個問題 終於到最後了 很長氣 你自己覺得人類最終的結局應該會是怎樣 因為我最近又看了一些 又看了一個關於外國的一個科學小說 他還說人類呢 就是譬如地球資源參加動物資源的時候 在星球移植 近的太陽系都沒有 或者銀行系都很少找到 那時候一定要掌握一些星球穿越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定可以去星際穿越 甚至星際旅行 到時就會可能星球殖民 可能說不定會星球大戰 所以我覺得人類未來 如果不要說到終極最遠的一點 其實我覺得未來人類的科技 一定會慢慢進步上去 很期待未來人類一定有一個很好的未來 因為我始終不太喜歡一些黑的科技 首先居里夫人發現了放射性元素 從那個開始就開始做很多核反應 最後就發現了原子彈 然後就是一個毀滅性的武器 其實我覺得你軍事用途 你放得太多科研下去 只會將這個世界越來越恐怖 在這個世界地球上的人類 他們的理念各方面是分裂的 大家不是當作我們人類共同體 你明白嗎? 因為他們的軍事就是籌碼 用一開始前面你說 可能人性本惡 只是因為這個人性 大家都會有各自為自己去想 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都會這樣想 一定會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理想的環境 所以烏托邦 哪怕是我們公司 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就已經不會共同體了 何況是一個世界 這麼多人 所以要踏進烏托邦 如果真的成功到 可能都要花上很長的時間 很漫長的時間 只有一個可能性 我臨時想到的 就是人工智能AI 統治了人類你包人家產 人工智能 屌你包人家產 收聲 現在我說的 所以你們人類就吃 所以達爾文說得對 就是藥肉就強食 OK 最後 我們今天都吃了不少煙 我都和大家推介一下 Col Rhino 是一個老字號品牌 因為它已經有80年歷史 因為它裏面有抗物質成分 對於我們這些經常吃煙 經常通宵的人來說 是非常對的 他又不會好中抗物質味 是的 挺舒服的 喝完之後挺舒服的 挺棒的 推介一下給大家的觀眾 這個也是我一個粉絲送過來的 我就幫他推廣一下 沒有到我一上來 立即有這個品牌的贊助 不要贊助 贊助 但是沒有錢 哈哈 要找不穆姆姆拍廣告呢 給水吧 哈哈 這樣也可以 OK 最後 真是很感謝JCW 他上來 上來我的節目 因為這些事情 平時真的找不到人談 找你談就對了 你真的一談是停不了的 很興奮 有些事情挺亢奮的 很棒的 但是呢 首先都要戴上頭櫃 跟各位觀眾說 其實小弟 可能中間會說到一些 有口誤或錯誤的訊息 就是不要見怪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的腦 或者我看的東西 都未必是完全對的 這麼全面的 是 希望今次這個節目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 可以大家對於世界 對於未來有一個自己的思考 好 謝謝JCW 謝謝 謝謝 我們今期就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